好 現在關心隨著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積壓期限將近 小草的情緒似乎也是越來越高漲 因為近來就有人在柯粉的臉書社團裡面發起一個活動 說要來商界高雄市黨部的場地來練舞 那要對抗青鳥 不過對此高雄市黨部是趕快的來切割 說跟這個黨部的立場無關 那同樣身為地方黨部台北市黨部主委張志豪 怎麼看待 帶你來聽 各方的支持 不管是支持我們第三實力支持民眾黨 我們都是給予感謝 那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或者甚至是做法 那我想我們這邊都予以同理 予以尊重這樣子 那至於台北市這邊看起來 大家還是有些情緒在是沒有錯 比方說大家還是認為這個程序的正義 司法的公平等等 都大家要討論 那當然大家對主席柯文哲也是很不捨 那我們這邊的做法大概就是說 我們盡量辦一些這個像客廳會 或者是一些活動 讓我們的支持者能夠有一個溝通理解的管道跟平台 那同時也希望他們的情緒能夠得到一些適當的宣洩 那其實主席有講過嘛 大家還是要認證過日子 然後把他們一天好好地活下 過下去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這可以聽到張志豪強調 其實對於小草自發性的活動 黨部的立場當然都是予以支持 那在台北的部分呢 當然還是有小草的情緒是比較高昂的 那台北市黨部的做法呢 是會舉辦一些客廳會或者是座談會 來跟小草對話也聽聽小草的心聲 希望是以這種軟性的方式來跟小草互動 也希望他們能夠繼續支持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那以上就是現場最新